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呢 也会为你们保密的 地价究竟是多少 随便你们跟钟笔 钟凯强他们怎么说 最重要的 要把明的 暗的两套合同给我做好就对了 反正是他们越吃亏 我就越开心 你呢 也别替他们心疼 我告诉你 钟家有的是钱 您跟钟老板在生意场上有过节 这我是知道的 可是钟凯强又没在商场上混 他怎么惹到你了 还真是特把我惹火了 那天的夜总会 你不是也在场啊 哦 原来是为了个舞女啊 哎 孙老板 没想到您为了那种女人 也至于这样 暂且不说这个女人的事 哦 那钟凯强能在大厅广众面前让我丢脸 那我也绝不会让他好过 她们来了 好久不见 好可爱 坐真的 妈 都败得不错啊 对 非常感情 我想今天的拍卖啊 应该来说都应该有个好价 是啊 听说中假的好玩意儿 多真哪 爸 请坐坐 好久之见 谢谢 好久之见了 好久之见了 好久之见 那个人是谁啊 中敌的私人保镖 不过我觉得这人有点面熟 好像在哪儿见过 先生们 女士们 大家晚上好 首先我代表中式家族 欢迎和感激各位 今天可以来到我们这一次的 慈善意脉晚会 中式企业承蒙大家的照顾 在上海灾的事业如日中天 当然我们也一直心系着慈善 今天可以有幸 把大家邀请到这里来 我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为孤儿院捐款 所以请大家可以慷慨解囊 多多帮忙 多多帮忙 谢谢 谢谢 希望今天大家能够热烈支持 现在意脉晚会开始 有请我们的拍卖官 谢谢 进来 长小姐 这么晚来还没回去啊 还有一些活 我想把它干完 那您晚饭吃了吗 要不要我派人 给您送晚饭过来 不用了 长小姐 养福百货的账目 你看得差不多了吧 下一个准备看哪个账目啊 是这样的 吴经理吩咐我 要我配合你的工作 如果你需要 哪个部门的账目和资料 请你通知我 我好好早有准备 李先生 我想你不会不知道吧 总经理这次 交给我的任务 是抽查 既然是抽查 那就是没有预先通知的 但有突击性的 这样的检查 才会有效果 张小姐说得对 那你忙 我就不打扰你了 好 现在进入我们晚会的高潮 拍卖最后的拍品 雅福公司董事长 钟夫人提供的一套 满清皇室翠玉项链 请大家踊跃报价 我求三万 三万 五万 五万 八万 八万 谢谢钟笛先生 据我所知 这套饰品应该是钟老夫人 当年的嫁主之一 今天钟先生 一方面愿意慷慨解囊 回应今天晚上的慈善晚会 另一方面也尽了自己的孝心 如果在座的 没有更新的报价的话 那就是愿意 成全钟笛先生 两全其美的心愿了 十万 十万 现在价格已经出到十万了 有没有再高过十万的 十万了 现在价钱已经出到十万了 十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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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价格已经出到十一万了 还有更高的吗 十一万一次 十一万两次 十一万三次 成交 恭喜钟笛先生 恭喜钟笛先生 恭喜 恭喜爸爸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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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笛先生 心如所愿 下面有请钟老夫人的长孙 钟凯强先生上台 有请 代表老夫人再次捐出善品 在这里 我代表我最心爱的奶奶 向大家宣布 如果这份拍卖品 是被我们钟家自己购得的话 那么她愿意 把这份捐赠品转赠给一位 在场的身份特殊的来宾 何与晴小姐 何与晴小姐 请何与晴小姐上台 谢谢 谢谢 谢谢钟老夫人 也谢谢在场 各位跟钟老夫人 夫人一样有爱心的贵宾们 你们的一举 将带给一些孤儿们快乐和幸福 现在 我在此将这套昂贵的首饰捐赠出来 希望能够真正地抛砖引玉 尽我的一份心意 太强 时辰 何小姐让韦康送就行了 我们有重要事情跟你说 什么事那么急啊 不能明天再说吗 不行 就是要现在说 深深 凯昌 上我们的车 去别墅 去别墅 我们不回家吗 今天晚上的事 你怎么向你奶奶解释 我们总该事先商量一下 韦康 你开凯昌的车 送我何小姐回去 是 你 去吧 让韦康送你回去吧 嗯 我们九个兄弟 现在只剩下了七个 中敌的保镖要 这次又做了老三 这个仇要是不报 我憋屈的话 就是 大哥 我们干嘛还要忍着 我带着一帮兄弟去 我就不信不能 把中敌给平了 小九子 你这是胡闹 老帮主早就告诫我们 小不仁则乱大物 我们江北帮 可不是只会打打杀杀的 我们的背后 是有实力支撑的 张焕帮主不是也说了吗 我们江北帮的宁通公司 将来的目标 就是要占据南京和上海的商场 要成为这两地的大企业 杀了中敌有什么用 我们是要他的钱 用他的钱来为我们办自己的事 大哥 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首先我们要保护好自己 不要让寻补方注意到我们的行动 所以这一回张帮主才指示我 和中家达成协议 私了绑架的事 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们还要听张帮主的 中敌新用的那个保镖很厉害 一枪就把三哥给打残了 这个仇我先给他记着 总有一天我要让他还 对 对 对 就是 对 我家在前面还没有到呢 我知道 我想和你谈谈 有什么好谈的 是谈你我父亲之间解不开的结 还是谈你我之间解不开的仇 老天爷让我们两个人相遇 不是让我恨你 也不是让你恨我 我是想跟你说 以后还是不要到叶总会那种地方上班了 那种地方乱 你一个女孩子 不安全 这好像不关你的事情吧 再说了 你这么恨我 我越危险 你应该感到越开心才对啊 我没那么想过 是 我是恨过你 可是我想到 你在医院里边照顾我妈和我妹妹 为我们家做了那么多 我 我刚才说的话是好意 听不清随便你吧 你的好意我心灵了 卫先生 在你的好意观照下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你已经放弃调查我父亲了 可以让他入土为安了 这我暂时还做不到 那你又何必假惺惺的在这里做好人呢 我告诉你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别逼我恨你 你父亲杀了我父亲 这是事实 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你爱你父亲 我也爱我父亲 只有弄清楚真相 这对你我才公平 不错 就是因为我调查过你 也调查过你父亲的为人 这才是让我感到痛苦 感到困惑的地方 我现在甚至在想 也许你们家和我们家是一样的 也是个受害者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我想 或许我们两个该合作 这样能尽早地弄清楚真相 好 你在医院替我垫覆的医药费 请你收回吧 这医药费不是我给的 冯明辉调查过 那个他们就没有弄错的事情吗 那你为什么卖到店铺 因为 我突然不想开了 这些钱 你应该还给那个 替你垫覆医药费的人 但那个人不是我 你还跟着我干什么 老板吩咐过 要我把你送回家 好 谢谢你 韦先生 谢我 为什么 谢谢你改变对我父亲的看法 这对我很重要 我想 我父亲在九泉之下 也会心安一心 我本来以为你会永远恨他 永远恨我们何家 我妹妹跟我说了 她说你父亲开枪的时候 好像也很害怕 而且她还把电话丢给我妹妹 让她求救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还要谢谢你 还要谢谢你 那次在医院里面 没有当着你妹妹的面 说出我是何有顺的女儿 因为我想 万一被他们知道 我不是什么秦小姐 他们一定会恨死我的 好 妈 咱们不是说好了 等爸爸拍下奶奶的手势后 再有我捐出来的吗 那得问问 今天晚上的男主角 所有的风头 都让那个自称是孤儿的女孩子抢光了 估计现在上海滩啊 可都该传遍了 说咱们钟家没人了 竟然找个外星人来 真是丢脸 丢不丢脸倒不说 最可恶的就是凯强 他起什么空啊 跟我抢日寒假 害得我多花了三万块钱 这事我得跟妈说 不能由着她胡来呀 对 我现在就要给奶奶打电话 告她的状 让奶奶主持公道 最好把哥给枪毙了 大家都在等你 这么急着上楼干什么呀 我等你们骂够了 消了气以后我再下来啊 不是更合适吗 消气 我才消不了气呢 我现在就要给奶奶打电话 告你的状 你先别急 别急呀 你急什么呀 实话告诉你们吧 刚才在楼上的时候 我已经在电话里 跟奶奶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了 除非你还有什么别的罪状要告 那请编吧 喂 奶奶啊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搁他今天吧 凯异乖 让我跟你爸爸说话 好了好了 爸 让爸爸听电话 哦 爸 妈 阿弟啊 凯强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跟我说了 妈 这回凯强真的是闹得太大了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凯强这次呢是犯了错误 我会说他的 可是后来他那个女朋友 不是又把那个首饰 卖了更高的价钱了吗 这也符合了我们做慈善的初衷嘛 而且我听说啊 那个女孩子她也是个孤女 也就更名副其实了吧 是不是 再说啊 我听凯强说呀 那个女孩子气质风度啊 都很不错 而且啊 还有点心和的风采呢 可是妈 好了 你们先回来吧 我让陈妈给你们做了宵夜 赶紧回来吃 你放心吧 我会说凯强的 而且我让他把那个女朋友 带回来给我看看 如果说呀 没有他说得那么好的话 我就会教训他 一切都听妈的 我们没意见 好 那就这样了啊 阿迪 妈怎么说 妈让我们现在回去 凯强 你真会编哪 你还说 那个来历不明的女人 像你的婶婶 哪像你婶婶啊 有你婶婶这么光彩吗 好了 阿迪 别说了 凯强 你今天晚上也闹够了 去准备准备 跟我们一块回家去吧 好啊 反正奶奶还等着我 把雨晴介绍给她呢 我先去拿东西了 爸爸 我也要把我的男朋友 介绍给奶奶 你什么时候交男朋友了 谁啊 韦康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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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子 不是一句话 不然 彻底下 好啊 好啊 咱们也想到的 再联系 骑制 你借好啊 你借好啊 我 来 有し 什么时候 才等到你的温柔 哥 自己怎么一个人上来了 我想给你看看今天的报纸啊 你看 这上面有秦小姐的照片呢 说是昨天晚上在慈善晚会上 我知道 昨天晚上我也去了 陪我们老板参加的 原来她不姓秦 她叫何雨晴 哥 你看她 她照片上多漂亮啊 报纸上还说她是一个孤儿 是迫于生计才会在叶总会工作的 哥 你昨天晚上见着她 有没有告诉她 我和妈妈都特别想她 有没有邀请她 到我们家来吃饭呀 哥 你去哪儿啊 我跟你说话呢 我闻到厨房有股中药味 我在给妈妈熬药呢 要不要帮忙 不用 都已经快熬好了 哥哥去接个电话 喂 哪里 广州长途 广州的长途电话 找谁 韦子杰 接过来 韦子杰吗 我是韦子杰 你是哪一位 是我呀 你怎么回事 你要的东西我早就给你寄过去了 不是说好了你要来广州一趟 让我在广州等你 要确定一下消息的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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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天了 你一点东西都没有 你想耍赖啊你 喂 喂 喂 你 你 怎么不说话呀 你真想耍赖啊 我狐狸查那些玩意儿 我差点把命都给送了 喂 韦子杰 我不是韦子杰 我不是韦子杰 我是韦子杰的儿子伟康 你听清楚 如果你想活命 现在告诉我你帮我爸爸查什么 喂 喂 喂 哥 谁打来的电话啊 我先去看你 怎么是你啊 我找韦康 你也住这儿啊 你跟我妹妹认识 你妹妹啊 就算是吧 看你腿好像好多了 是啊 已经好多了 上次给你买的药 你们家人吃了以后怎么样 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向你道谢呢 我妈妈已经吃了 效果好多了 那太好了 大少来拿车钥匙吧 谢强 那个药要是效果好 下次我再给你拿几副来 好吗 不用那么麻烦你了 车就在门口停着 要我陪你开吗 你还是跟我出来一看吧 我有话要问你 正好 我也有话想跟大少爷讲 再见啊 大少爷是怎么认识我妹妹的 在街上 以走遇 在街上 在舞厅 大少爷可以和任何不正经的女孩子搭讪 我警告你 我妹妹不是你这种富家风流公子玩弄的对象 警告我 谁告诉你我是富家风流公子 是不是我妹妹疯的 她的话能信吗 她的话十有八九都是夸张的 大少爷好像用不着和我解释这么多 我的话问完了 你有什么话赶快说 我叫你出来是想问你两件事情 第一件就是 你到底认不认识何以晴 上次回答你了不认识 我不相信 上次你们两个人的眼神 和你现在的眼神告诉我 你们俩都在欺骗我 那我也说说 大少爷看她的眼神 倒是挺有诚意的是吧 她 你是说何以晴吗 既然你不认识她 你为什么像担心你妹妹一样担心她 韦康 不管你承不承认 我都能够看出来 你对她 就像我对她一样认真 好了 第一个问题你已经回答我了 现在我问第二个 那就是 你除了保护我叔叔的安全 你还为她做什么 我没那么多问题 你叔叔给的薪水高 我需要高薪水的工作 这一点我相信 你妹妹和你母亲身体都不好 确实很需要用钱 不用操心我的家务事 离我妹妹远点 韦康 正因为你有这样的妹妹 我才要提醒你 不要为了钱成为第二个阿兵 你妹妹和你母亲都不容易 难道你还忍心看着他们伤心吗 这些话用不着你提醒我 我比任何人都关心我的家人 给钟香做保镖 是我心甘情愿的 即使将来的下山 比阿兵还惨我也认了 好啊 命是你的 自尽珍珠吧 我奶奶经常说我心软 所以我最后一次提醒你 如果你决定为我叔叔做什么的话 想想想你的家人 奶奶 我就是喜欢她吗 我要她做我的男朋友 我的宝贝孙女儿 你到英国之后 每次写信给奶奶 都告诉奶奶说呀 奶奶 我又交了个男朋友 今天叫什么 查尔斯 明天 威廉 后天 亨利 这换男朋友跟走马灯似的 那奶奶都数不去 你有多少个男朋友呢 我这一回是认真的 认真 你才回来多久啊 你认真什么呀 我就是喜欢她嘛 她勇敢 正直 而且人也长得 很英俊 英俊 你眼睛有毛病 就她那样 英俊 她当然英俊了 你没看到她那个架势 很帅气的 我以前的那些男朋友里 没有一个比得上她那种气度的 总之啊 她就是我心中 那个梦寐以求的白马王子 还王子呢 笑死人了 她呀 不过是你爸爸请的一个保镖 奶奶 你看不起人 什么保镖保镖的 她姓伟 以后啊 你要叫她伟先生 伟先生 是是是 奶奶以后就叫她伟先生 你知道你这个伟先生 他家里的状况吗 他父亲是做什么的 她念过多少书 她为什么要到我们家来做保镖 你知道吗 这么多问题呀 我又没问过她 我怎么会知道 所以嘛 你连这些都不知道 她怎么能做你的男朋友呢 我喜欢她这个人就行了 其他的我不管 你这丫头就是太任性了 妈 早 早 妈 我们去公司了 晚上有个应酬 我和星河就不回来吃饭了 行 阿迪 问你个事 你身边的那个保 奶奶 你身边的那个伟先生 他的家庭状况怎么样 他父亲是做什么的 他父亲已经去世了 以前是警察局的一个退休的副局长 他叫什么名字 唯子杰 唯 唯 唯子杰 已经死了 前一段时间 已经被人杀害了 凶手估计是 他办案时得罪过的人吧 妈 你认识他 我不认识 我怎么会认识他呢 不认识他干吗大惊小怪的 我只是在报上 好像看得过名字 妈 我们去了 爸妈再见 妈下去 阿迪 财务部有人告诉我说 妈在查我的账 这个我知道 是妈的一个远房亲戚 安排在财务部的 看看账 熟悉熟悉业务 那干吗非挑我那个部门查账了 无所谓呀 公司的常规每年都是这样 各部门轮换着来 说不定啊 今年就轮到你了 就是查 我也不怕 对呀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嘛 清禾 别老怀疑妈信不过你 你就说上次 臣妈打错电话 听说侦探所有人来电话 你就疑神疑鬼的怕出什么事 结果呢 这些天都过去了 什么事都没有 还是那句话 清醒白白 坦坦荡荡 芸芸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是特意来找你的 秦小姐 不不 我还是叫你雨晴姐姐吧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的 你看 报纸上都已经登了呢 可报上没说你在哪家夜总会 所以我才打电话到报社 我还骗他们说 我是你失散多年的妹妹 他们才肯告诉我 你在这儿唱歌的 芸芸 见到你我真好开心啊 雨晴姐 你也太狠心了吧 自从我跟妈妈出院以后 你就再也没来看过我们了 你不知道我没有多想你 我还偷我哥哥找过你 可是他说他没找到 对不起啊 其实 我也是特别挂念你和伯母 对了 伯母身体怎么样了 妈妈现在已经好多了 她正在吃中药呢 医生说 只要不再给她什么新的刺激 她的精神状态 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真的啊 我看你的气色也很好嘛 你看看 你现在都能站起来了 不用坐轮椅了 我每天都坚持做康复训练呢 我希望自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把这个拐杖给扔掉 我就知道 你是个坚强的姑娘 殿下的目标 一定能够达到的 做康复训练的时候真的好苦 经常疼得我自己直掉眼泪 那个时候 我就想起你在医院里跟我说过的话 你说我一定可以康复的 到时候还可以拿起图板来设计服装 我还可以在上台跳舞呢 你还记得我说过的这些话 对不起啊 云云 我答应过你要陪你一起康复训练的 没什么 我本来就没有怪你 现在我了解情况了 就更理解你了 其实最不容易的就是你了 每天都要到这里来上班 又要挣钱养家 我们住院的时候 你还天天到医院来陪我们 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 那个时候 我跟妈妈在医院里面要拖累你 那都是我自愿的 说实话 回想起来 我跟你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 真的很开心 雨晴姐 以后你有空 一定到我家来看看 我妈妈看见你 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呢 我真的好想伯母啊 对了 云云 我希望你先不要跟你妈妈说 我在哪里工作 我想伯母不喜欢 我在夜总柜里当歌舞 好 来 我扶你啊 来 慢点 小枫啊 你都查清楚了 雅芙的账目确实没有问题 顾奶奶 我都已经反复地查了好几遍了 我发现柳星河对公司的管理 至少在财务方面是很称职的 那查账的事情就告一段落吧 那我还要对别的方面进行调查吗 那都不用了 其他的就交给阿迪吧 好 小凤啊 姑奶奶 有件事想来想去 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人 还是想来麻烦你帮个忙 姑奶奶 有什么事情您就尽管吩咐吧 这是一件姑奶奶的私事 你也知道 对于柳星河 姑奶奶一直都不放心 其实查账的事情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怀疑她的身世 这个 她和阿迪大伯 结婚都快有二十多年了 姑奶奶 你还 是啊 其实 当初阿迪要娶她 我就非常反对 可是阿迪非她不娶 我也没办法 那时候她只是说 她是一个从外地来的姑娘 她的父亲 好像是在广州 开一个小餐厅 可是后来死了 这些话都是她自个儿说的 谁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呢 总之 我对柳星河这个人 是非常怀疑的 我非常怀疑她出身卑微 要说 跟她大嫂 那真是完全不能比的 她的大嫂 出身高贵 又是大学毕业 姑奶奶 这些事都过去这么久了 我看就算了 是啊 我也想 事隔这么多年 凯爷都这么大了 能不提就不提了吧 可是前些日子我去参加一个聚会 有一个广州来的客人 突然间跑过来跟我说 老太太 你的儿媳妇以前在广州很红哦 听她的口气 很红 难道说 她在娱乐界待过 做过什么不正当的职业 接着 我就继续追问她 她就绝口不提了 后来连主人都来打援朝 我想 这事 很可能全上海滩的人都知道 只有瞒着我们忠家 也许 星河阿姨那时生活困难 做过那些事 那也是很正常的呀 我担心的是 她做过别的什么事情啊 你想想看 她在广州那么红 她跑来上海干什么呢 再说 她嫁到我们忠家这么多年 从来都没有跟她的亲戚来往过 可是前些日子啊 她接到一封电报 就紧张得不得了呢 那这些事情 您跟大伯谈过吗 没凭没据的 我怎么跟阿迪谈呢 再说 阿迪啊 维护她那个媳妇 维护得不得了呢 我说的她不信 她媳妇说的她都信 姑奶奶 那我能做什么呢 小枫 姑奶奶要你 帮我调查一个人 谁呀 韦子杰 她是谁呀 她跟柳星河有什么关系吗 她是寻补房退休的一个老警官 前些日子 再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跟她遇见了 她主动地过来跟我打招呼 而且还递名片给我 她说我们老爷在世的时候 她也替他办过一些私人的事务 现在退休了 现在退休了 也替别人办一些活 我在想 柳星河的事 是不是可以托给她办呢 所以我私底下 就找人打听了一下她 都说她为人正直 我就把调查柳星河的事情 交给了她 她还会常常给我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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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电话给我 告诉我一些结果 可是后来 就音讯全无 我怎么打电话也没人接 就几乎断了音讯 公太太 这 会不会是出了什么事情啊 我 前几天 我在阿迪的保镖 韦康的口中知道 原来她的父亲就是韦子杰 而且前些日子 被人给杀害了 那会不会有什么原因呢 谁知道呢 说是说 寻补坊里的私人恩怨 可是 所以 我要你调查一下 她是不是真的死了 而且 她的死 跟我调查星河 有没有直接的联系 我要你调查的就是这些 小枫 你要记住 这件事 除了你 我 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知道吗 顾奶奶 你就放心吧 我一个字也不会透露的 谢谢你 是 是 他怎么还不来啊 就是 哎呀 你出什么事啊 就是 不知道吗 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 是 是 他怎么还不来啊 有什么长时间了 你跟他们找火吧 你跟他们找火吧 时间都快到了 凯强怎么还不来啊 再等一下吧 不像话 早就通知他开董事会了 是谁在敲打我窗 是谁在撩动清雪 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 紧接地会伸出我心坎 是谁在敲打我窗 是谁在撩动清雪 记忆中那欢乐的爱情 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那缓缓飘落的笑语 不停地打在我窗 只有那沉默无语的我 不失地回向过去 是谁在敲打我窗 是谁在敲打我窗 是谁在撩动清雪 是谁在撩动清雪 情意中那欢乐的情景 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是谁在敲打我窗 是谁在敲打我窗 我不是存在的 是谁在敲打我窗